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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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们今天给来记住了 女儿圆芳今年36岁 却有着孩童般清澈的眼神与举止 她看到我们的到来十分防备 静止走回屋内 远方到底怎么了 母亲杜里昂求救的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 原来圆芳患有精神疾病 如今一直在喝药控制 十分惧怕生人 甚至连独自出门都不敢 而杜里昂只能24小时陪伴守在身边 数十年如一日 她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 那么她又为何突然求救 杜里昂神神秘秘的把我们带到屋内 阿姨你要给我们看什么 把我们交到这边来 这是我的体肩 体肩出的肩 我有心梗的 现在说你有心梗 我有心梗 意思是要我休息 不能干活的 我以前还在外面干活 能够大肩 暂点清新的 不能解决的 医生说这个病严重吗 严重 她说到地上就要 今天抢狗的防御时间 只要几分钟 只要四分钟 得知自己患病随时有生命危险后 杜里昂曾情绪崩溃 感慨命运 而此刻的她 神情倦怠 言语平静 两个月的时间 她内心的不安 早已转化为苦涩的无奈 她不担心自己 她害怕的是女儿 会因此无依无靠 肯定是害怕了 因为我自己 就是打过的人 到的地下的 我不管是 反正那个就是 麦子蒙一光吧 现在 一直是我逮着她了 嗯 毛利开过 你害怕你倒下了 这个女儿没人管 是啊 忙人带着她 忙人管她 她现在自己 不能够照顾自己 什么都不能 看着一个蛮好的人 她好多时间她都走不得 嗯 不能自立一样 她好像 走饭 要去给她买饭 买菜她都买不得 她害怕去可不得 嗯 洗衣服的手 毛利就不敢 嗯 还是心有力的 都想走 嗯 走不得 嗯 杜立杨喃喃自语 她不知道 女儿未来的路在何方 女儿患精神疾病多年 衣食住行 都要靠自己安排打理 如今自己患病 又能将女儿 托付给谁呢 难道 远方没有其他的亲人了吗 就在这时 女儿远方夺门而入 拿过诊断书 仔细研读 她还不知道母亲患病 母女俩 究竟要怎样度过难关呢 你家人 我真的死了 你怎么办 自己想 你死了 我给你脑袋 我给你脑袋 你脑袋 你保护我 我死了 我怎么保护你了 你在哪里保护我 我死了 你不一定 你这被偷袭吧 我说 我做性根个人 道别就死了 我外人的母死 这是你外人的 嗯 我咋子你 我要你脑袋 嗯 嗯 怎么 我一个人都不能过去死吧 我都觉得母亲 今天在宿舍 死亡是一个深刻的话题 可是 此时的母女俩 似乎在聊家常一样 究竟是什么 一次次打击了这个家庭 究竟到哪里 能寻到 原方口中的亲情呢 杜丽阳 又能将女儿 托付给谁呢 你爸爸在哪 爸爸在哪 爸爸不管我 他要几次 他打几次 他打几次买一顶钱 他不得你放了 妈妈 妈妈 原方的父母 早在二十多年前就离婚 一提到父亲 原方似乎更加失望 那么 原方的父亲 为何对他不管不顾 骨肉亲情的背后 有着怎样的家庭之伤 这时 原方的情绪 明显波动 父亲似乎是原方心中的软肋 至亲的父亲为何给女儿如此大的伤害 原方的病是否和这一切有关 父亲又能否承担其照顾女儿的责任呢 看到女儿对父亲 看到女儿对父亲的执念 原方决定 找到前夫原大伟 希望他承担起照顾女儿的责任 那么原来 那么原大伟 会是杜立阳 值得托付的人吗 有点 有人吗 有人吗 在这儿吗 看什么都 你好 开个门看看了吗 你还是虚乎啊 我虚乎呢 你虚乎 对我虚乎是吧 虚乎什么叫吧 虚乎是许久不见 但原大伟显得十分不耐烦 而杜立阳遭遇前夫如此态度 却格外平静 这个家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原方是原大伟唯一的女儿 她是否清楚的知道女儿的情况呢 又是否还记惯这个女儿呢 他生病的想找前人 他一发病就想到爸爸 想到大子刚 都不理他 我就到大地方 我跟他聊 觉得他是想前人 我其实在这里 我们一起让这个我们也拍照 叔叔 你有想过说 他为什么说 你生病你不舒服的时候 就要找爸爸 找这边的亲人吗 我不认识 他不是在愉悦的 这个的父母好重要的 他没有父母就害怕 他自己是从这边说的 二人离婚后 原方一直跟着母亲 可是每当发病时 都要提到父亲 希望亲人相聚 这些都是原大伟知道的 但是他却在一直无视 那么父女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个家庭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今天 我原本也是新增的 但是新增的 我也不能做俗子 你能做俗子 我妈来照顾你 你觉得呢 能不能说多关心他一下 陪伴一下 你再可能他状况又好些 你是怎么讲的 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 都立阳与袁大伟互相指责 将责任都推给对方 原方的病是否和父母有关呢 如今袁大伟口气强硬的无视女儿 又是否和这一切有关 这个家庭究竟还有多少秘密 都立阳是刘洋人 年轻时在诸州打工认识了本地小伙袁大伟 两人相识不久就结了婚 婚后第二年生下了女儿袁芳 结婚第十个年头 两人离婚了 而与此同时 女儿袁芳的命运也急转直下 她一改之前的乖巧听话 变得喜怒无常大吵大闹 进而抑郁退学 确诊为精神分裂 那么当时在袁芳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原本优秀懂事的孩子 为何依稀之间性情大变 在袁芳确诊后的二十多年里 一直都是杜丽阳独自一人悉心照顾 那为什么父亲袁大伟一直逃避呢 如今杜丽阳身体状况不佳 一旦发生意外 袁芳的未来又该怎么办呢 那时跟中国打工人家带我 他就带他爸爸来过来看了一下 我说只要他有一个单位 我自己有一个手里 我反正 就那个时候我们80年的时候来的时候 都在还是蛮强香的 八十年代初 杜丽阳从刘阳农村来到珠州 他有一门做衣服的手艺 而袁大伟是本地常理职工 二人相识不久就结了婚 杜丽阳本期待在城市中有更好的生活 可是没想到曾经美好的愿望 却是一切噩梦的开始 我没知道他爸爸他就争斗 他就开始就不想走私 他就在外面去玩 他爸爸是一个有单位的 有单位的 那个时候还是有单位 他就慢慢地就把自己单位去丢 他就不走在外面去玩 我说你妈妈对我好一点 我也不会走 我一回来他就开门 追门 骂我不准我住这个房子 为什么呢 他说我是下来的 他妈的好难听 袁家母亲嫌弃杜丽阳农村的出身 百般辱骂 杜丽阳一直忍耐想收好小家 可是袁大伟却十分不争气 好吃懒做 不但丢了单位正式的工作 还在外吃喝玩乐 将杜丽阳一个人 丢在家庭的漩涡中不管不顾 最终杜丽阳起诉离婚 袁方归父亲抚养 从此以后 袁方的命运开始转变 这是我女人从小学到头 都是她呆在三号学生的家 农丽阳 全部是证书 光荣证 是啊 中学也有 中学有 小学也有 小学有 她如果读文到那个时候 就上证的时候 这个燕子同学在1994年中被评为三号学生 是啊 都是是吧 都是的 因为那时候头学她很努力 她想自己 兵兵自己的学习 把她搞好 到我出来就是 能够黑斩断机 能够养活 她那时候是无限的 因为那个时候她头学的时候 我没有动了青蛊夹 没有人跟她铺到她 都是她一国人努力 晚上一国人在那里 点了点了以后 在走廊里 那个冬天也有冷的时候 一个人发行在那里 开始 家里没有进 可以跟她铺到吧 看那个东西 我觉得都是她的症迹 都是她用得更 所以到现在都搞得 这个人身体不忙 这一张张证书 都是杜里扬珍藏许久的 儿时的袁方成绩优异 性格乖巧 可是杜里扬怎么都想不通 袁方怎么会在自己 离开袁家没几年 就突发疾病 袁方又怎会从一个乖乖女 变成一个精神病患者呢 就是她再小 她再小的时候 17岁 她那个时候 她就学的有时候 人家在理论她 理论她 理论她 理论她就是 人家对她 不有好样的这种感觉 我还以为 我说这冒着什么大问题吧 理论她 都有各种想法吧 都有一定的 但是忘得掉了 不想她也忘不掉 她最后理论她 就是一身上 好像是 那个麻绳子捆了她一样 所以我就赶快就把 土地的树心丟过 就多小两天把她借得回来 首先我是亲家 我以为她还不去生乳 后来就不行了 越来越不行了 我就带着去看她 畏惧生人 幻想假想敌 大哭大笑 原方奇怪的言行 引起了学校老师的重视 而一直在外打拼的杜里扬 这才真正意识到女儿病了 她辞退工作回到女儿身边 可是发现一切都晚了 原方将女儿的抚养权 变更成自己 从此与女儿相依为命 她始终不明白 为何女儿当年 会从一个青春少女 变成如今的疯癫妇女 原方和父亲生活的那几年 究竟经历了什么 以前是爸爸妈妈离婚以后 就闷闷不乐嘛 闭闭自卑 为什么觉得不会自卑呢 经常听别人说 就是爸爸妈妈离婚 那边老 一论我爸爸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 是我爸爸没人力了 我吓你爸爸 我妈妈就开始自卑 不要说话了 他妈妈就随着就是骂 怎么说怎么说 反正我自己觉得 差不多有点不对劲了 老是焦虑 遇到考试 到了考试 就睡不着觉 就想 就好像想多了一样 要控制不住的 要想 总是想 我想要妈妈 家里怎么刚好 要妈妈回来 有一个完整的家 父母没有离婚时 原方是家中独女 受尽宠爱 可是离婚后 母亲出走 父亲也在外 开始新生活 原方跟着奶奶生活 不再有人对她事事关心 巨大的落差 让原方的心理 备受打击 她开始自卑 觉得没有安全感 她渴望亲情 却在得不到的亲情中 慢慢迷失了自己 以前活活开了 无忧无虑 就是别人欺负我 跟她对高潮 吵架我有话说 只要把我妈妈走了以后 姑姑他们骂我了 虐得我不知道反抗了 所以哪个欺负我的 一句话都不敢说 一来生日后 谁她骂 直到骂了她结婚的为止 姑姑一回来就骂我了 特别是小姑姑 她就说 像我爸爸那 好吃懒做 将来没出息啊 总是这样子骂 就是没打我 父母离婚后 袁芳成了留守儿童 奶奶与姑妈的咒骂 在袁芳心中 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她逼迫自己 努力学习改变命运 可是 却像在悬崖边上跳舞一样 一阵风就把她吹向深渊 她越挣扎越痛苦 最终 只能在痛苦的泥潭中仰望星空 按照袁芳的说法 她的病情跟父亲 有着难以抹去的联系 可是为何如今 袁大伟还能心安理得的 对女儿不管不顾 女儿的未来 又在哪里呢 以前 杜丽阳在医院做保洁 走到哪都带着女儿 可是如今杜丽阳患病 她不得不辞去了工作 在家休养 不但经济来源中断 更让她忧虑的是 万一自己出了意外 女儿能够自己生活吗 她决定 慢慢锻炼女儿的生活能力 让女儿独自去买菜 不怕 来了 都给买包菜来了 不怕了 你怎么不是给买菜怎么办 不怕 不怕来了 不怕来了 不怕了 不怕了 都是人不怕了 过来了 好 不怕了 行了 不怕了 不怕了 你帮你採了 就帮你採了 好 好 我动不得不呀 也要出去帮你採了 好 有的长大了 要自己找去 照顾自己的 好吧 离开母亲的视线 本就是一个艰难的开始 走在街上圆芳始终低着头 快步急走 她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神 对周遭充满戒备 到了菜场 圆芳四处打量 却又不敢真正与老板交流 她左顾右盼挑挑拣拣 却始终拿不定主意 她害怕别人看穿她的焦虑 却又伪装不了镇定 仿佛世界都与她孤立了 最终圆芳落缓而逃 而远远的 我们突然发现了杜立杨的身影 原来她不放心跟了出来 看到女儿的这一系列举动 她抿着嘴一次又一次叹气 离开了自己的女儿 究竟要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呢 如果自己真的发生意外 女儿又能托付给谁呢 远大伟究竟能否承担起这份责任呢 这一次杜立杨决定带着女儿 再次找到前夫 一进门 远方就亲热的叫了声爸爸 可是这声爸爸之后 就是久久的沉默与尴尬 空气中一点点酝酿出悲伤的氛围 爸爸我们多年了 一直不关心 我也不来看我 我不要她的钱啊东西 她看了经过 我妈妈经过 我妈妈经过 都要接她都不来 还记得了她们 实际生活 长得她富和精神过去 让她爸爸 慢慢睡过来 看了怎么你都不来 我觉得好 我遇到分难的时候 没有人帮我感觉 我这次妈妈想办 找一个找一个 写报告 就找一个 就找一个 找着脸皮 我搞点东西 妈妈要给我搞油分 还招呼我 还要大量 跟快70岁的人了 搞得还没虚了 就终于搞卫生 三四个房间的一块多 我心有于离不着 是人家的大垃圾 送垃圾 让我点减肥了 走了吗 来看过我 你不晓得我心里的干涉 我要是怕 要是难过 要是想死 要是绝望 你们都不晓得 许久不见父亲 袁方恨不得把这些年 所有的苦楚 都讲给爸爸听 可是袁大伟 却始终背过身去 甚至连女儿的正面 都不敢面对 他如此铁石心肠的背后 究竟有何难言之隐呢 袁大伟一直在试图 回避女儿的一切 对待这个女儿 她究竟是怎样的情感 如今杜里扬因为患病心机如焚 她能否因此承担起 自己对女儿的责任呢 远方的未来又在哪里 不管人家爸爸多关心我一点 不是屋子上的 就是精神上的 看着我安慰生活 让我病好起来 让我重新做 设备自己个人间 让我大众弄一天 弄一千都外千都要的 能做到吗 什么啊 他说他现在有个关心啊 我下次爸爸毛钱 不可能给钱给我 也不可能带我个子病 我要爸爸精神上 让我好一点 安慰我多来看 生活多问了生活 像我姑姑不来看 我不是我姑姑亲生的 是我爸爸毛钱是你亲生的 我是你一样出来的 你下次对我那么好 要什么买什么 要什么就买什么 就您为什么一直背着身呢 背着头过去 也不看看女儿 我也不要你的家伙 我要你多关心帮助我一点 父亲是袁芳心中长久的一个缺口 他渴望父爱 渴望父亲的陪伴 只要父亲在 他心里就踏实 父亲是他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可是连陪伴 这点基本的要求 袁大伟都做不到吗 沉默许久 袁大伟终于吐露心声 我也要嫌妇 我现在该当 我现在是 抢该当女人的 她要退休工资 她有两千四 我是靠她在给你嫌妇 她冒陷阱我 我一在警官 是一在盖警官 妈妈照顾她 小伯 我总往哪里跑 她会有一种嫌妇 她怕我总跟那种 我心里的 娘 跟她的结局又来往 她会有一种嫌妇 懂不 我也是 原来 袁大伟一直有一个固定女友 她靠低保与女友生活 她害怕自己 过分亲近前妻与女儿 会引来女友的不满 如今 她也是个年近七旬的老人了 独生女儿患病 她的未来 又能依靠谁 她一直想逃避女儿 可是如今 她知道女儿的痛 也是她的痛 她一边叹着气 一边无奈表了态 你现在整个是什么妖娇呢 我看你身体好的情况下都来看着我 帮我把病 帮我喝干瓶把病吃好 我也不想你接 我小时候你不要接 我关心这个都怪呀 我现在身体也没人接 我妈妈扎具有新耿的 今天是提前扎具来的 但打得第四分钟不抢就就撕过去 她说 背后就告诉她 你的补病就忙 所以一遍就撕过去 她就打得第啊 抢就来不应 她一遍的时候 我要打120的时候 不想把这么高的医院头抢就 要我取离 我毫不犹豫 要我取离我哪进不去 我求年实际是生长是补娘补 每天都是补娘补 为什么这样 她说了她不是要钱了 她说让你陪她去看病啊 或者家伙搭送我 或者他们记得帮送我 看病 把病看好 我都能弄着结 我要给妈妈看病 我要照顾妈妈 她想让你去陪她看病了 可以不呢 那可以 陪她去看病什么可以 我也不要你接 爸爸 我要你去离 去离 最终 袁大伟答应杜立杨 以后如果需要 自己会尽量陪伴女儿去治病 唯一的女儿患病 她也万分悲哀 可是却又于现状 无力招呼 她希望女儿能够谅解她 而她也会尽力而为 力所能及 临行话惜别 袁方又不放心地 跟爸爸强调了一遍 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父亲 期盼着下一次的相聚 二十年前 袁方在家庭重压下患病 二十年后 这个满目疮痍的家庭 又该如何继续 父母离婚后 袁方跟着奶奶一起生活 爸爸常年在外不回家 隔代的教育 让袁方越来越自卑 亲人的辱骂 也让她的内心防线 一点点崩溃 她曾努力和内心中的 魔鬼做斗争 可是最终却败下阵来 十七岁那年 她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直到那时 离婚在外打拼的杜立杨 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她辞掉工作 将女儿接到身边 全心全意地照顾 可是二十年过去了 杜立杨也熬成了 年近七旬的老人 现如今 杜立杨最为担心的是 下一个二十年 又有谁能够 一直陪伴女儿 女儿的未来 究竟该怎么办 这几盆绿螺是家中唯一鲜亮的颜色 杜立杨精心试弄 希望女儿看到这些 心情会变好 有一天也能恢复健康 而在三十六岁的 袁芳心底 也有着自己的小太阳 照片中可爱的女孩 就是袁芳的女儿 在二十四岁的年 袁芳经人介绍 认识了一个农村小伙 袁芳提前告知了对方自己的情况 但是对方还是接受了她 二人很快结婚 并有了孩子 照片是你一直放到整个笔上 是的 我想我女儿的时候 就往出来看一下 每天都会看吧 我小时候长得好漂亮的 还有你上了爸爸 长得好心的 好胖好胖的 我想 我想要是我好的话 就能在他身边照顾他 这些童年不要带来英语 他跟我讲 把电话说 好多同学都有爸爸妈妈来接 就是我没有妈妈 对我好 他爸爸问我心里 听了不是主位 他要我回家去看他 要我去接他 我说我不是不要你 我说妈妈有病大不了你 我外婆老了也没有收入 大不了你 我这样跟他说的 在孩子出生不久 袁芳就离了婚 但是他并没有怨恨前夫 因为这些年来 一直是前夫家里在照顾女儿 而女儿就是能为他 冲散阴霾的万丈光芒 每一天 袁芳都看着相片中的女儿 微笑 抚摸 念念不忘 杜丽扬将女儿的记挂 都看在心里 此时他内心有些纠结 得病之后 他就一直想找到女婿 他有一个不情之情 想对女婿说 可是又不忍开口 那么杜丽扬究竟 所谓合适而纠结 事情又会有怎样的发展 看到女儿私女心切 杜丽扬觉得 要在自己走得动的时候 完成女儿的心愿 女儿的心愿 爸爸有吗 好嘞 走得忙 走得忙 你走得忙 你走得忙 我走啊 我走 OK 走 走了 你OK 我走 她自己在哪里 眼前这个活泼可爱的女孩 就是原方十岁的女儿朵朵 许久不见母亲 起先有一丝不自在 可是不一会儿 就主动靠在母亲身边亲你 小学生 太厉害了 嗯 从书头问起生活起居 再聊到学习成绩 朵朵和母亲分享着这一切 而原方也有些恍惚 二十六年前 自己也是十岁 那一年父母离婚 自己寄人篱下 性格突变 如今自己的女儿活泼开朗 啰啰大方 想着这些 原方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而这一切 却因为朵朵奶奶与父亲的沉默 而气氛骤驾驾 朵朵奶奶与父亲相继默默离开屋内 他们是否已经知道了什么 这就这么说了 你怎么这么说 我今天来是我准备的刊压的买子 为了这一年的四季呢 因为我跟你的丫人打个行动来送的 今天我现在的名义 你怎么还给你做事啊 嗯 那新干活运作 给你提紧 给他出来的了 我说我也是去那里走 我在那麦子里面 影子出去的我印子 因为他就要那里面 这种情况 我给你的时候来关照 这个麦子 就没得影子吧 不过来 只教我了 只教我了 他一个人也可历 没得了他就把电影子从心 那你太多了 那你带了 杜丽阳尴尬地笑着 紧张地晃动着身体 他知道自己没有理由来找女婿一家 可是这又是他身为母亲所必须要做的 他希望能为女儿安排好一切 对面的朵朵父亲 与其有些游离 虽然面露难色 但还是迎合着杜丽阳的话 他的心中又有着怎样的考量呢 我也是真正的 这样子要不然 是这样子 我都给他卖的东西搞了 利物卡 不然 给他也认为想要帮忙这个门 和他每天都长来的 都来找个这个娘子 说是给他了 那你好心哦 一日夫妻百人 朵朵爸爸十分了解 前妻家中的情况 他答应等朵朵长大后 一定会去照顾这个母亲 他让杜里扬放心 所谓善良 就是每一句话都让人心安 所谓亲情 就是无论何时的 不离不弃 说着 他大声的把朵朵叫了过来 我都挥�illas 把朵朵粉丝 是or 子 不 你看 们人人家有机男人 她也不想个别人 人人家没什么 嗯 看 他一讲 我的背部 我是 做 吃 祖孙三代 过去 现在 与未来 杜里扬相信 没有什么能够打败自己 他会用母爱 永远为女儿 撑起一片天 第二天 寻情小组带着原方 来到这一院 那个时候啊 你会不会觉得 就是 特别的不安全 有一点 包括不在身边 你爸爸走了 妈妈在这里 就有人议论我 就总可以听到 有人在背后说你 议论你 对不对 就是他目前 他的精神病性的症状 还没有完全控制住 还没有完全好 经过详细了解 医生确定 原方现在的精神分裂症的 阳性症状较为明显 妄想的情况比较严重 医生建议 对原方做一次神经检测 这个老掌漏徒啊 目前检测出来的结果呢 他的整体的大脑 我们检测出来的 这个神经症状地质啊 几乎全部的 所有的这个神经症状地质 都是处于一种 增强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他现在 目前这种状态的话呢 我们暂时的话 还是要以这个 足成足量的 我们做了足成足量的看肌生病为主 由于原方 患病周期过长 很难迅速治愈 经过医生详细检测 最后确定了 足成足量的治疗办法 会先慢慢缓解病症 进而根治病症 为了进一步帮助杜利养母女 寻情小组 来到当地社区寻求帮助 第一个就是 她在社区跟她 因为她家里困难嘛 然后就跟她 在社区办理了一个地保 在社区享有一个地保的政策 还有一个呢 就是她参加那个居民医保 居民医療保险 就有一定的 还是有一定的 大币救助的报销 然后平常的话 到了年底啊什么 只要社区 有慰问这些的话 就是相对会考虑到他们 有钱考虑他们 对对有钱考虑他们 诸州市卢松区 学堂冲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十分了解 杜利养母女的情况 已经成功为他们 申请了地保和大病救助 未来的日子 也将会对他们一家 持续关注 多多帮助 我们相信 未来的某一天 远方会和正常人一样 自由欢快 所有失去的亲情 会一点点因爱而汇聚 杜利养曾说过 女儿没生病前 她几乎没出过远门 坐过客车 可是如今 她能熟练地 带着女儿买票上车 在陌生的城市 穿梭看病 这些年 她的泪水早已流干 如今再悲痛的事情 也流不出一滴眼泪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女儿就是杜利养 生活下去的力量 杜利养说 她会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女儿 听从医生的嘱咐 等待女儿恢复的那一天 我们也希望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能够正视病人 您的一个善意的微笑 就能够给她们 无限的力量 欢迎回到 由段妈妈牛肉 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 就给您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 夫人陆角娇 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 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 由段妈妈牛肉 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